对于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在星期三才开始这个居家学习计划? 其实我们也有考虑到能不能把这个移前到明天 不过从我们的经验,就是从教育部的经验 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实施这个新的措施时 要有一定的时间让老师、学生还有家长得到所应有的讯息 来做出一些所需要的调整 所以我们是在最快的速度内,在星期三开始学习这个居家学习的计划 谢谢,官员 我们可以接下来的第二个最终的问题吗? 对不起,我认为你给我的声音 你在考我 试试看 我们接种疫苗有三个目标,三个种子 第一个目标就是,可不可以预防我们受感染 受冠状病毒的感染 第二就是,即使受感染 我们会不会产生比较轻微的症状 第三就是,接受了感染过后,我们传给别人的可能性会不会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些原因,开始我们这个全国性的这个种苗接种计划 所以接种计划的现在这个第一个阶段 我看也七七八八的,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所主要的目标就是年长者 因为他们身体会比较弱,会比较受到这个病毒的伤害 第二就是前线人员,这包括医院的工作者 加上我们的海港,还有我们的机场 和我们所有的前线工作者 所以现在大致上,所有的住在新加坡的人 百分之三,四分之一已经受到接种到两支的这个疫苗了 三分之一接种了至少一支疫苗 所以我们接下来正在想,这项工作其实已经进行了相当久 在严金勇部长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说 我们下一阶段的这个全国性接种计划,概念能不能改一改 就是说,既然我们的供应有限,能不能说下一个阶段 尽量使越多人,越多我们的住在新加坡的人 接受至少一支疫苗的接种 让更多的人至少有一些的保护 因为全世界很多专家都研究过了 即使接种了一支疫苗,也会受到相当好的保护 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在研究的 详情呢 一旦有具体的详情,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宣布 但是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新概念 我们的概念就是说 现在是第二支针呢 是在21天到28天之后 就是第一支针打了过后 第二支针是21到28天过后 看是凡者或者是莫德纳 所以一些世界的专家就正在他们的意见 就是说你可以延长到六个星期或八个星期 也不会减少这个接种疫苗 这个疫苗的这个有效率 再讲一次啊 你再考我 所以很多世界的专家 他们也有 他们的见解就是 即使第二支疫苗 第二支疫苗在六个星期到八个星期之后 它还是保持了它的有效率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项工作 但是如果要进行的话 大家我要确保 让大家知道 那些国人已经有了 已经定了你第二支疫苗的预期 不会受到影响 这是接下来新的疫苗才会受到影响 我可以补充几点 刚才我们谈到说 为什么从星期三再开始 那除了技术性的问题 其实有一大 一个很大的重点 那就是其实我们的家长 都需要在居家学习的过程中 做出一些生活上的调整 所以家长也需要一些时间 来做出他们相对的调整 就是比如说怎么样去照顾好孩子 因为不是每一个家长都能有在家可以监督他们的孩子 做居家学习的 因为有些家长是得到外面去工作 所以在这接下来的一两天里面 我们尽量的和家长一起的配合 做出一些新的调整 我们的计划 然后让我们的家长 还有能安心地让他们的孩子居家学习 那另外一方面我要补充的是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有许多的家长 因为他们有可能家庭有个别的需要 或者孩子有个别的需要 如果这些家长或者是孩子需要有更大的辅助的话 请联络我们教育部的学校 还有校长和老师们 我们也会尽量地配合来帮助他们 做出这些所需要的调整 所以在最大的力度上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家长还有学生 一步一步地做出这个调整 那比如幼儿园或者是缺心教育中心 或者是一些在社区的一些学生中心 他们也会继续地营业 因为我们意识到有许多的家长是需要有这些服务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强调的一点是 这是我们做出这个决定 是因为我们在这几天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在社区的疫情的急速的上升 那过了这段时期之后 我们更要考虑到的是在比较长远的时间内 我们要怎么样做出一个调整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可以意识到 其实这个病菌可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会断非常长久的时间 那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如果在社区感染的风险是相对较为低的 在学校里面只有个别的一些案例的话 那其实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学校都改成居家学习 那我们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 让受影响的学校和师生转入居家学习 那其他的学校还可以继续地上课上学 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是在居家学习的过程中 它有一定的挑战性 也有一定的局限 那从师生的角度来衡量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能让我们的年幼的学生 尤其是年幼的学生能上学上课 那因为他们跟老师的过程的互动是比较好的 对他们的身心发展 对他们长远的学习是比较好的 所以如果在社区病例平稳的时候 而只是在学校可能有个别的一两个案例的话 那我们就在长远里面 可以有一个比较持续性的一个方案 就不用把所有的学校都转入居家学习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两个重要的考量 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我们也将为更年轻一些学生 让他们接种就是12岁以上的 那也可以让他们有一定的一个保护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测试那方面 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更快 所以这也让我们可以缩小 被影响到的周边的一些人士 因为在更快速的测试过程中 我们所需要受到影响的其他学生 或者是师生的话 的数量就相对的减低 那最后一点是要重申的话 其实在学校和在学校以外 在学校里的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所以不过就算是在学校里面的环境 是相对安全的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我们在这次的经验就可以看到 往往是在学校以外的一些活动 如果我们松懈的话 就可能造成这些感染群 不过我要向大家 保证的就是我们会以最大的力度 让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安全学习的地方 让我们的父母、家长们 他们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 能有那种安心 感谢大家回顾 moderator 或能不能用 感谢大家 今天的jam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